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万代ICSF龙珠系列赛亚人纳巴 纳巴也属于魂限定商品,拥有牛皮纸运输箱 我个人会更喜欢出版的包装,因此没有选择今年的CJ限定版 比较奇怪的是,纳巴是个大个子,但包装尺寸却没比常规包装大出多少 取出内包素风一看,原来是因为内容物塞得足够紧凑 而且除了第一层之外,还配有特效件和支架 主体方面,纳巴作为初代铁憨憨,身形确实十分粗壮 说它是赛亚人莱西篇最壮的一位也不为过 而今年的CJ限定版并不是单纯的再版,涂装颜色比这版要浅上一些 以我个人的喜好,还是会更喜欢出版的配色 默认头雕翘起一边嘴角,看上去很传神 奇怪的是,只有默认头雕配备了战斗力探测器 而且,探测器本身并不能拆掉 而剩下三颗替换头雕,全都没有探测器 这大概是因为,纳巴出厂不久,就将探测器摘掉的缘故 替换头雕上的支架,只是为了方便回合 使用时直接拔掉即可 头雕的替换方式,也是整筹插拔替换 第一颗头雕和默认头雕完全相同 区别只是去掉了探测器而已 第二颗头雕是怒吼的表情 额头上抱起的青筋,清晰可见 第三颗头雕,眼睛看向右方,嘴巴张到更大 属于剧情专用头雕 共通的一点是,三颗头雕全都赠光袜亮 不知道如果纳巴能变成超级赛亚人 头顶会不会像个电灯 不过,身高对比方面并没有想象中巨型 只比黑发悟空高了一头左右 印象中,纳巴应该会更高一些 拿出黑发贝吉塔对比 纳巴的尺寸确实是有些偏小 但是比起悟空的哥哥拉蒂兹还是要高尚一些 可动方面,头部转动一周小轻松 加上脖子联动,左右摆头的幅度也十分夸张 抬头的幅度足够理想 低头的幅度更是不能再好 肩甲部分能上翻竖起 因此手臂上举并没受到太多影响 但由于手臂根部过于粗壮 手臂平举不到90度 手臂根部是球性关节 能小幅度多方向摆动 而且手臂前方关节也有安排 只是幅度一般 上臂根部平转倒是毫无问题 双关节下粗壮的手臂也能弯曲90度 手腕的内外摆动和平转也足够理想 胸部并没有上拉关节 但前后左右摆动的幅度还不错 腰部的摆动幅度一般 但平转其实能一周 但是建议转到45度为止 因为如果再多会容易刮蹭 躯干前倾的幅度算是一般般 后仰的幅度倒是达标 多说一句 尾巴的固定方法和背吉塔相同 但是并不能拆开 三片裙甲都能上翻很高 粗壮的腿部 前踢居然接近90度 后摆也超过45度 不过侧踢也只能微微超过45度 大腿根部的平转倒是足足够用 膝部弯曲也能超过90度 脚腕是双球性关节 平转没问题 多方向摆动和接地性也不错 脚尖的上翻幅度也很惊人 虽然粗壮的体型限制了发挥 但可动依旧接近80分 替换手型方面并不多 一对战斗架势专用手型 一对四指并拢的手型 伸出两指的右手则是剧情分用 那巴的特效件有些磨砂质感 倒是蛮少见 腹带的支架并没有夹子 完全是为特效而准备 直接将特效安插上去 再根据需要调整角度就好 那巴的出场方式十分强横 单时举起两根手指就毁掉了一座城 正式参战后 强横的战斗力更是震慑全场 可以说那巴贡献了赛亚人片 最有压迫感的一场战斗 悟空到来之前 碾压齐的实力打得在场出位近乎绝望 但认真想想 直接死于那巴攻击的 好像也只有比克一个 当然就凭这点被悟空活活抽死 也已经不冤 唯一的遗憾是 后半程战斗 那巴应该是光榜子造型 所以我很期待 未来那巴能推出爆衣版本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